工作的进行 救援人员还表示 恶劣天气可能就是坠机的主要原因 由于事故和天气原因 德黑兰机场的航班延误情况严重 伊朗近年来航空事故频发 此次坠毁的客机型号是波音727客机 该机型已经停产 但仍然是伊朗航空公司的主要的机型之一 近年来伊朗波音系列客机严重老化 零部件供应极其匮乏 伊朗方面归咎于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 致使其无法从西方国家购买新型客机或飞机零部件 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昆士兰州 遭遇50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涝灾害 10号部分地区又遭强降雨 突如其来的洪水冲进了一座城镇的街道 路上的车辆都被卷入了滚滚的洪流中 一辆白色小客车被急速冲向下游 连续撞到几棵树木 而现场的一名男子正被困在其中的一棵树旁 所幸的是他并没有被中倒 就业人员随后向受困的男子抛去了一根绳子 帮助他脱险 昆士兰州警方发言人说 当天的洪水造成了至少两人死亡 多人被困在车中或者树上 自去年的11月以来 洪水已经在澳大利亚造成了10人死亡 20万人受到影响 辖区内的大约有40个城镇 处于一片汪洋 受灾程度史无前例 近日在意大利北部小城法恩扎 有大约8000只的班九突然坠地死亡 这是全球最新的一起动物群体死亡事件 关于动物的死因仍然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据英国媒体报道 一些研究人员怀疑 可能是地球磁北极运动 影响了鸟类鱼类的导航系统 导致他们死亡 意大利北部法恩扎街头 7号出现了大约8000只死班鸠 一名目击者说 开始的时候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坠落 随后10个或20个成群坠落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研究人员的话说 死班鸠会部有蓝色的斑点 可能是中毒或者是缺氧迹象 在此之前 美国 瑞典 英国 巴西等地 最近发生多起动物群体死亡事件 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美国阿肯色州比比镇 数千只黑鲤鸟 新年前夜从天坠落 稍后 该市以西大约160公里处的阿肯色河 又出现了10万条鱼暴毙 死于绵延32公里 几天之后 距离比比镇以南 大约480公里的路易斯安纳州 也发现500多只鸟暴毙 其中大约50只死在电线杆附近 有人认为它们是误触电线致死 马里兰州的切萨皮克湾 早前也发现了离奇死鱼 数目多达200万条 另外德克萨斯州一条公路桥上 6号发现了200只死鸟 死因未明 此外 瑞典近日发现近百只寒鸭突然死亡 调查人员正对死鸟样本进行检验 巴西和新西兰的海岸 近日不断发现大量死鱼被冲上沙滩 原因同样不明 其中巴西巴拉纳瓜海滩的死鱼 达到100吨 至于这些动物的死因 目前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一些专家认为 鸟类大量死亡的事件 以前并不少见 只是这类事件此前并不被人关注 因为鸟类的大量死亡 一般都发生在远离人群活动的区域 也有调查认为 是环境因素导致动物大批死亡 例如美国马里兰州环境保护部门 发表声明说 最近海水温度过低 是导致大片鱼类死亡的罪魁祸首 而巴西的死鱼被认为 和不久之前的一起船只漏游事件有关 还有人推测 鸟群死亡原因 可能是因为飞行过程中 遭遇闪电或者是高空冰雹 或者是新年燃放烟花 使鸟群受惊 不过对于以上的说法 一些人则持怀疑态度 英国《每日邮报》 援引一些研究人员的观点报道说 地球磁北极正向俄罗斯地区快速移动 速度大约为每年40千米 地球磁北极运动可能影响鸟类和鱼类等动物的导航系统 导致他们集体死亡 来看一组国际快报 国际移民组织9号发布报告称 海地强阵过去接近一年 仍有超过80万海地人居住在镇后搭建的临时帐篷内 灾民住所重建工作进展十分缓慢 据海地有关官员称 资金短缺问题 土地归属问题 以及货乱疫情是重建工作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反补京环保组织海洋守护者协会的船只和日本补京船9号在南极海域再次发生冲突 补京船用浇水软管向环保组织船只冲射水柱试图阻止其靠近 抗议者则向日本船只投掷发光弹 这是今年以来双方在海上发生的第四次冲突 一项新进发表的科学成果显示 月球上的水大多由彗星烧往月球 送水时间大致为月球成型初始阶段 2009年美国半人马座火箭和月球坑观测传感卫星 先后撞击月球发现 月球上存在气态和冰态水 近日挪威演奏家和作曲家泰耶 带着自己亲手打造的特殊乐器来到了英国伦敦 与传统乐器不同 泰耶的乐器都是用家乡冰川上的冰块制作的 在深冬 听这样的一场冰调音乐会 让不少伦敦人耳目一新 英国著名足球运动员贝克汉姆9号在微博上宣布 妻子维多利亚再度游喜 贝克汉姆与维多利亚结婚已经11年有余 育有三个儿子 分别是11岁的布鲁克林 8岁的罗密欧和5岁的克鲁兹 今天开始中国南方地区再次出现较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其中贵阳市区降下了京东最大一次冻雨 根据气象台预报 今年的冻雨持续时间较长 但和08年相比 强度和影响范围都明显偏小 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冰冻黄色预警 根据预报 这次低温雨雪天气将持续到12号 那么这次过程主要影响的就是会在贵州的大部 在云南的东北部以及湖南江西 广西的北部这一带地区会出现降水或者是冰冻天气 10号一大早贵州贵阳市区出现了京东以来最大一次冻雨 半个小时之内路面就结上了薄冰 这次冻雨的降水量降温幅度都超过了1月2号 受冰冻天气的影响 10号上午贵阳龙洞宝机场和贵阳金阳汽车客运总站都一度关闭 下午才逐渐恢复 由于路面湿滑 行驶在贵州境内的车辆都缓慢行驶 10号上午7点40分 沪坤高速贵州关领段发生一起 五辆货车追尾事故 三人受伤 一人被困 由于救援难度大 直到下午2点钟左右 受困人员才被救出 因事故一度关闭的沪坤高速关领段 下午4点之后逐渐疏通 此外 重庆 湖南 云南等地也先后出现降雪或冻雨 气象台专家说 今年低温雨雪天气尽管持续时间较长 但和2008年相比 强度和影响范围都明显偏小 昨天中国各地开始运售春运火车票 今年广州铁路集团和成都铁路局部分车站继续实行火车实名制 10号上午在广州流花售票点 广铁集团馆内首张五广高铁实名制火车票定出 记录显示 湖南籍的朱正淮订到了1月19号 广州南开往衡阳西的继1100次客票 应该是一放到两分钟左右就搞定了嘛 那这一打就通了嘛 根据方案 广东 湖南 重庆 江西 陕西等省的部分车站 将分阶段继续实行车票实名制 五广高铁和正西高铁都是首次实行车票实名制 此外 今年还开始实行网上售票 电话订票和电子客票服务 电话订票的预定期最长可达10天 而窗口售票除五广高铁外都只能达到6天 从今年元旦起 茅台酒的出厂价格是上调了20% 同时茅台公司还颁布了限价令 要求经销商的零售价不得超过959元 然而限价令并没有拦住茅台价格的飞涨 那么是什么在影响着茅台的价格 涨价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经济规律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茅台被誉为中国的国酒 因此价格一直不菲 不过像目前的疯狂涨价也只是开始于岁末年初 茅台零售价从300多元上涨到1,000 多元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涨势不逊于楼市 因此它也被很多人看成了抗通胀的投资品 240万是您的 日前在上海的一场拍卖会上 茅台2010年世博纪念酒 两套四大系列 以总价480万高调成交 今年1月2号 在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 一箱1985年产的茅台实际成交价高达145.6万元 刚然惊讶的是呢 它的拍卖的成交率呢 达到了100%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广大的茅台酒的收藏爱好者 看好了这个茅台酒的升值潜力 茅台酒在市面上一直供不应求 这种稀缺属性使它成为投资炒作的目标 因为现在目前在国内呢 就是做实业的这种难度 风险现在越来越大 那么所以呢就是这个资金啊 没有出处的时候呢 比如说去炒房啊 去炒地以前啊 包括现在炒这农产品啊 我有朋友做经销的 就说呢茅台酒你任何时候 茅台酒到了以后 有多少就有人会要多少 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茅台酒出口海外 价格却低于国内市场 我现在是在曼哈顿唐人街的 一家酒铺里 刚才呢老板向我们介绍 一升庄的茅台酒 在他们这儿的售价 大概是280美金 而这种375毫升的茅台酒 售价仅仅为80美金 在这里茅台酒的价格 折合成人民币 几乎是国内的一半 所以唐人街里销售的茅台酒 常常会销售一空 昨天都没有货买 就是刚刚这个一箱 哪一箱卖一下 就是前两个礼拜多年买 都买一箱两箱就买回去 漂洋过海的茅台酒 为什么反而便宜 专家认为在茅台每年的产量当中 为定制方生产的酒 占到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特殊的定制方 正是对价格比较不敏感的一个群体 而在国外却缺乏这样一个 刚性的消费群体 所以它的定价要遵从市场的规律 那么这样的背景下 茅台酒厂也可以做 短期的市场营销策略的调整 那么减少一下国外市场的投放量 然后更多的投放到国内市场 我认为在短期来说 也是一种减缓这种 那么消费者 这种消费行为和心理的 这样一个很好的一种做法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 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观众朋友再会 早上七点半 上海火车站 北广场的火车票大卖场门口 排起了长队 工作人员给买票者 一一边上号码 并且拍照流荡 下午三点 130个售票窗口准时开手 排在第一个的旅客 顺利买到了五张 前往四川的车票 不过上海前往西南方向的 四川 重庆 安徽等地的车票 在短短几分钟里就全部售完 而上午八点开售的高铁车票票 票源宽裕 目前上海所有售票点提供的车票数量 每天在21万张左右 随着春运高峰的到来 上海铁路部门将根据需求增加领客 在南昌火车站 打算去深圳过年的小徐 中午就来到了火车站排队 让他意外的是 开始售票后 十几分钟他就买到了车票 花了不长时间 不长因为排窗口都挺多的 为了满足旅客购票需求 今年南昌火车站不仅增开了售票窗口 还通过送票进校园来分流学生旅客 与往年不同 南昌火车站今年春运将主打 成绩排 高铁排 通过加开长久成绩 服下高铁的周末动车和假日动车等方法 来分流客流 为了方便旅客取票 广铁集团今年采取了电话订票 卖来务工人员团体订票 学生票优先发售 以及站内窗口 集中售票点 代售点 和高铁站内自动售票机等多种方法 方便旅客购票 2011年春运即将开始 根据方案 截前广东的9个乘车站和截后湖南的21个乘车站 将分阶段继续试行车票实名制 武广高铁将首次试行车票实名制 郑州至西安高速铁路也将试行车票实名制 自1月19号春运首日起 正西高铁 郑州 拱一南等6站将对这次投列车 试行车票实名制 试行实名制的车票于今天8点开始发售 同时武广高铁以及广东和湖南的共30个普通铁路车站 也将试行车票实名制 旅客持居民身份证 临时身份证 户口部 机动车驾驶证 军官证 护照等25种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可直接购票 武广高铁车票的预售期为10天 预售期调整方面 截前 广东三大区域的各车站 在1月10号到16号按预售期6天发售车票 1月17号到28号按预售期2天发售车票 1月29号起 恢复预售期10天发售车票 记者从贵州省政府应急办公室了解到 截止到昨天下午4点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已导致贵州79个县市区389万3千人受灾 紧急转移安置87800人 据贵州省民政厅提供的情况 民政部调拨贵州的10万件棉被和棉衣 已经全部抵达贵阳 目前正在运往贵州9个地州市的途中 针对冰冻雨雪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 云南 贵州 湖南等地采取多种措施 除兵抢险 保证群众生活 今早8点多 贵州贵阳遭遇降雪 由于降雪颗粒细小坚硬 造成路面湿滑 给当地民航公路运输带来影响 截至上午10点 贵阳龙洞宝机场有三个架次的航班 备降其他机场 出港航班无法正常起飞 机场工作人员正在队跑到路面进行除兵 另外 贵阳市的金阳长途客运站 所有客运车辆也暂停发车 在贵州汶安 由于凝动天气 县城供水管道不同程度受损 连而来 抢修队坚持在冰水里工作 加紧抢修巡查管道 目前汶安县城区以及乡镇群众 生活供水基本正常 连续低温天气使云南昭通 多条输电主线路出现严重复兵情况 为了确保供电正常 昭通市电力部门采取直流熔兵措施 即通过强电流使输电线路迅速升温 从而达到融化复兵的目的 在镇雄变电站记者看到 仅用一小时15分钟 140多公里线路上的复兵就全部融化了 为了应对新一轮雨雪低温天气 湖南长沙各蔬菜批发市场启动低温天气供应保障方案 与周边蔬菜生产基地签订购销协议 满足市场供应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应英国政府邀请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于当地时间1月9号上午 抵达爱丁堡机场 开始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 抵达时 英国苏格兰事务大臣莫尔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等到机场迎接 李克强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 他说 近年来中英关系稳步发展 双方政治关系巩固 各领域合作富有成果 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英都带来严峻挑战 也为双方加强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 中英加强合作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李克强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访英 与英方共同探讨加强合作 推动两国政治上做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伙伴 经济上做互利共赢共同增长的伙伴 国际事务上做密切沟通平等合作的伙伴 爱丁堡是李克强此次访问英国的第一站 期间李克强将会见英国苏格兰事务大臣和苏格兰地方领导人 随后李克强将赴伦敦访问 与卡梅伦首相 克莱格副首相分别会见会谈 并出席金融 投资 贸易 能源 文化 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出席工商界晚宴并发表演讲 李克强还将会见外交大臣黑格 财政大臣奥斯本等多位英内阁成员 参观可再生能源开发以及文化项目 李克强是于当地时间9号上午 结束对德国的访问后 抵达英国爱丁堡的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9号在爱丁堡会见苏格兰首席部长萨蒙德 李克强表示 苏格兰是我访问英国的第一站 长期以来中英关系发展良好 中方与苏格兰友好合作不断推进 中国是因为重要的战略伙伴 从全局战略和长远角度 考虑发展中英关系 推进与包括苏格兰在内的 两国地区间合作 这将给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造福两国人民 李克强赞赏苏格兰是中国发展为机遇 他说苏格兰政府出台新的中国战略 有利于双方进一步扩大合作 苏格兰富有创新精神 在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领域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双方应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中方愿学习借鉴 并引进苏格兰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 李克强说 当前形势下中英两国在各个层面上 深化合作潜力很大 应在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的基础上 加强文化 教育 旅游等人文领域交流 我们支持双方在爱丁堡动物园 开展大熊猫合作研究 希望大熊猫成为双方有益的使者 萨蒙德对李克强到访苏格兰表示欢迎 对中国发展的成就和活力表示赞赏 他表示苏格兰与中方在经贸 文化等各领域 合作与交流不断加强 欢迎中方投资于苏格兰基础设施 和可再生能源领域 并参与苏格兰运用前沿技术 保护世界遗产的项目 期待中国大熊猫落户爱丁堡动物园 李克强还会见了英国苏格兰事务大臣穆尔 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中英两国地区间交流 推进中方与苏格兰在经贸 金融 能源 食品 旅游 教育等领域合作 交换了意见 当天下午 李克强一行 在苏格兰事务大臣穆尔的陪同下 听取了苏格兰方面 关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的介绍 并考察了世界上第一台 海蟒波浪发电机项目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 今天上午与来访的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举行了会谈 上午10点5时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 和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 在巴一大楼进行了会谈 双方就共同关注的问题 坦诚地交换了意见 会谈结束后 梁光烈和盖茨共同会见了中外记者 会谈前 梁光烈为盖茨举行了欢迎仪式 并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三军一仗队 应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的邀请 盖茨于1月9号到12号 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后 和外交部长杨洁篪 将分别会见盖茨 盖茨还将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炮兵司令部 分析人士认为 新年一时盖茨访华对于仍然处于 低谷中的中美两军关系的改善 是一个机遇 同时舆论普遍认为 中美军事关系敏感脆弱 不能寄希望于一次访问 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2010年年初 由于美国执意向台湾出售总价值 近64亿美元的武器 双方曾商定的一系列军事交流项目被推迟 此后 双方为改善关系进行了努力 10月 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 在越南与盖茨实现年内首次会晤 并邀请盖茨 2011年年初访华 本台消息 著名社会学家 法学家 教育家 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 和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中国民主促进会 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第十届十一届名誉主席 雷杰琼同志 因病于2011年1月9号 17时38分 在北京逝世 享年106岁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 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近三万亿美元 外贸结构进一步优化 海关统计 201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两万九千七百二十七点六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七 其中出口一万五千七百七十九点三亿美元 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三 进口一万三千九百四十八点三亿美元 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七 贸易顺差为一千八百三十一亿美元 减少百分之六点四 其中12月份 我国进出口值两千九百五十二点二亿美元 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四 2010年与我们国家外贸历史上最好的 2008年相比 进出口总值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点九 其中11月份和12月份 出口进口值双双连续刷新最高纪录 表明我们国家对外贸易 已经完全走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2010年我国外贸是十一五期间增长最快的一年 贸易结构也进一步优化 由于内需旺盛 拉动我国进口增长强劲 贸易顺差进一步缩小 外贸发展总体更加平衡 同时 以高新技术产品领跑的一般贸易 首次超过贸易总值的一半 表明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升级 初见成效 2010年我国的进口增长速度比出口高出了七个多百分点 拉动了全球近14000亿美元商品的出口 今天上午十点国土资源部召开2010年度土地例行督察新闻发布会 对去年土地例行督察中发现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通报 那么据我们了解的去年的这个土地例行督察 主要针对的是全国77个城市 07年到09年之间的一个土地利用的情况 设计的土地面积的近800万亩 那么可以说覆盖面还是非常的广 督察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59个城市 2081个项目存在地方政府违规出让土地问题 设计面积10.31万亩 在抽查的56个城市中 有11个城市2009年度保障性住房工地计划 执行比例低于35% 有74个城市 2242个项目存在土地闲置问题 涉及面积14.9万亩 10899个项目存在非法占地问题 涉及面积34.07万亩 其中土地未报急用 边报边用 少批多站等违法问题 尤其是一些国家和省级重点建设项目 或地方政府主导的项目 问题较为严重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西门30分 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节目 贸易顺差为1831亿美元 减少6.4% 2010年 我国外贸是十一五期间增长最快的一年 进出口总值再创历史新高 高速增长的进口 拉动全球14000亿美元商品的出口 同时 以高新技术产品领跑的一般贸易 首次超过贸易总值的一半 表明我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 已经初见成效 今年国家将保障房建设的目标 定为一千万套 相比2010年增长近一倍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 都开始加大保障房建设的投资力度 让住有所居的梦想不再遥远 二十多天前 张凤琴一家收到了一份新年大礼 搬进了位于北京市长营 丽景园9号楼的一间 47平米的连租房 此前他们一家三口 一直住在原单位的一处工房里 面积仅仅14平方米 房子漏风不说 冬天暖气还不热 这让患有重症及无力的张凤琴 倍感痛苦 给了钥匙我们就过来了 一进这屋暖和着 我们俩就打地摊就住这了 就不垫走了 而作为张凤琴所在小区的开发商 黄安南也希望能有 越来越多的人 能住上他们盖的保障房 但是资金问题让他泛起了难 融资方面 它目前跟商品房的融资是一样的 而且可能融资的方式会更少 只有一个银行贷款 而且银行贷款在程序 这个利率方面目前没有任何的优惠 开发商的烦恼也成了各级住建系统 首先要破解的难题 在北京 房地产债券等多种金融创新工具 正在试点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估算 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将突破1.3万亿元 为此 今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再次明确要求 各地土地出让金中不低于10%的收益 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这一点在一些地方在过去的一年做得不是很好 今年我们要强化各地严格按照不低于10 甚至你可以搞到20%来做保障性住房 今年在28个城市将继续开展公积金 闲置资金支持保障房建设的试点 今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配合央行 银监会研究制定支持保障房建设的 中长期贷款政策 社会力量也将有望进入保障房领域 结束采访走出张宏勤他们这个新家 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 他们现在对于幸福的理解 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今年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的逐渐开始 越来越多像张凤勤这样的中低收入家庭 会实现他们幸福的住房梦 著名的社会学家 法学家 教育家 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第十届十一届名誉主席雷杰琼同志 因病于2011年1月9日17时38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106岁 本台消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中宣部副部长 新闻发言人王晓辉 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今年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将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 不断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各地各部门今年将重点把学习贯彻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的理论 党的历史 党的知识 召开理论研讨会 制作播出电视文献片 举行知识竞赛和争文活动 本台消息 中宣部近日发出通知 要求各新闻单位 组织记者开展新春走基层采访活动 结合基层发展变化 联系群众切身感受 充分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 生动展现基层群众的节日生活 推动新闻工作者进一步转变作风 改进文风 沉下去接地气 加深对基层情况的了解 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使新闻宣传工作更加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 本台消息 中央文明办近日下发通知 就春节 元宵节期间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做出全面部署 通知强调 各地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经典诵读 节日民俗 文化娱乐和体育健身活动 大力宣传十一五巨大成就和十二五宏伟目标 着力营造喜庆 热烈 安定 团结 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在全社会畅想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好 改革开放好 伟大祖国好 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共同建设幸福美好的生活 由团中央主办的大型网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青少年爱国主义网日前正式上线 该网站涵盖中国近代历史的大量史料信息 从革命历史的研究动态 纪念活动 史实意识 文学创作 影音娱乐作品 红色产业市场等多个角度出发 依托原有的血柱中华民族魂两大网站 整合网上爱国主义教育所涉及的各方信息 构筑起权威丰富多样的网上近代历史资料库 此外 针对青少年热衷新奇时尚 喜爱网络互动的特点 网站还增加了娱乐性 互动性内容 今天是2011年春运火车票发售的第二天 各地火车站代售点都迎来众多购票旅客 广州火车站今天出现了购票小高峰 广铁集团今年春运首张车票 是通过电话订票发售的 大概应该是一分钟两分钟左右就搞定了 受雨雪冰冻天气影响 不少云桂川地区的外来务工者 选择坐火车回家 19号以前浙江温州到贵阳 南昌 武昌 广州方向的火车票都已卖完 而随着春运高峰的到来 车票将更为紧张 今天正系高铁石明志车票正式发售 旅客可持有效证件直接购买 武汉 昆明 南宁等地火车站 纷纷采取增开售票窗口 外来务团体订票 学生票优先发售等措施 方便旅客购票 从今天开始 我国南方部分地区 遭遇新一轮雨雪天气过程 贵州 湖南部分地方还出现凝动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冰冻黄色预警 由于气温低 降雪迅速形成细小坚硬的冰力 给车辆通行带来麻烦 今天北方各地气温也有所下降 内蒙古 黑龙江 吉林等地的气温 都在零下20度以下 13号到15号前后 南方的大部分地区 低温雨雪天气会出现一个间歇阶段 气温也会有所回升 国土资源部今天公布 2010年度督查的77个城市中 共发现违法用地785.79万亩 其中有11个城市2009年度保障性住房工地计划 执行比例低于35% 有74个城市2242个项目 存在土地闲置问题 涉及面积14.9万亩 10899个项目 存在非法占地问题 涉及面积34.07万亩 其中土地未报急用 边报边用 少批多占等违法问题尤为严重 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表示 地方政府要在2011年一季度内 将发现的土地违法问题 整改查处到位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0年我国汽车产销量 双双超过1800万辆 创历史新高 稳居全球新车产销第一 1月10号上午 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扫黄打飞工作小组办公室 在北京 天津 山西 江苏 广东 四川等省市 统一举行 2011年侵权盗版出版物 第一次集中销毁活动 共销毁侵权盗版出版物 521万件 昨天 广州市出台 缓解中心城区交通拥堵的讨论方案 公交优先同行 大力推进地铁建设 实施差别化停车收费等方案 将成为未来五年 广州的制度策略 今天全国公安110报警服务台 成立25周年 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 邀请群众 零距离接触110 了解接触警过程 体验110配套装备 伊朗航空公司 一架载有10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波音727客机 9号晚上从德黑兰起飞后 在伊朗西北部城市乌鲁米耶附近坠毁 造成至少72人死亡 33人受伤 中国驻伊朗使馆证实 失事客机上没有中国乘客 乌鲁米耶及周边地区9号遭遇恶劣天气 这架客机在抵达乌鲁米耶上空时 试图迫降 但没有成功 客机在空中盘旋时 失控坠毁在农田里 撞地后散成碎片 索性没有爆炸或起火 一些乘客幸存 目前飞机上两个黑匣子已经找到 由于事发地点持续降血 并伴有大物 给救援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这次坠毁的波音727客机 是美国波音公司推出的第二款喷气式客机 目前已经停产 但仍然是伊朗航空公司的主要机型之一 伊朗媒体认为 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导致伊朗无法购买新型客机和飞机部件 是导致伊朗近年来空难频发的重要原因 美国联邦检察官9号对亚利桑那州 图森式枪击案落网嫌疑人洛克奈尔提出 企图刺杀国会议员 杀害联邦政府雇员等五项罪名指控 据美国警方介绍 洛克奈尔被捕后一直拒绝配合调查 目前可以确定 他把民主党众议员吉福兹当作袭击目标 一些美国媒体推测 吉福兹因支持医保法案等政治主张 激起凶手的袭击动机